小家是个对渔业一窍不通的寡妇 不过在几个月后将会带领一群乡民 完成日本一项壮举 某天单亲妈妈带着不爱吃鱼的儿子 搬到小鱼港 而村民为了留住年轻人不惜下跪任爹 鱼货跟人都在不断减少 成为重大难题 杨叔晚上祝贺渔业协会会长生日 人家在中间吸血转的盆满锅满 正在吐槽之际看到奇葩一幕 小家在这里当服务员 老板同意给客人发小卡片 接一些企划和文员类的副业 毕竟独自养孩子很费钱 若有什么工作机会还望多多介绍 杨叔正式确认之际打算把姑娘收入麾下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很像自己已故的妻子 第二天一早小家收到邀请 来渔岗一看是昨晚那个大叔 母子都很讨厌海鲜赶紧开溜 杨叔直接找孩子套近乎 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非拉着坐船参观 别看现在这里连个鬼影都没有 以前也曾辉煌过 大家都放弃捕鱼去外地打拼 港口只剩我们几个老家伙 年轻人更是寥寥无几 办公室杂乱无章 还弥漫着兴气 小家特别反感这个味道 杨叔率先展开邀请 能不能帮忙重振鱼港 整体情况你已经看到 主要原因鱼货量不如以往 不仅捕不到鱼 日本人也不像以前那么爱吃 赚不到钱就吸引不了年轻人 而老一辈却在不断退休 小家也无能为力委婉拒绝 但儿子却奇迹般在吃生鱼片 平时打死都不碰 尝试一下果然非同反响 入口即化不带一点腥味 一度怀疑自己以前吃的是甲海鲜 其实就是普通卓家鱼 它们整天吃浮游生物 还能抵挡巨浪 因此才会如此鲜美 这回可好根本停不下来 一口接一口 杨叔趁热打铁掏出一万拍在桌上 要求明天写一份重振企划 虽然不清楚还能活几个十年 但想到人生最后阶段 恢复于港往日繁华 小家感受到大叔热情 身为门外汉愿意尝试一下 说完立马后悔 他们欠薪负债超过三亿 销售额却只有一亿左右 没有倒闭 本身就是奇迹 拿钱办事 只能硬着头皮想对策 经朋友指点渠道品质成为切入点 卖贵一点不就行吗 东京超市100克的竹甲鱼150元 一公斤大概是1500 我们这边才卖400多 除去中间商等各种费用 如果直销到客人手上肯定赚不少 比如一年鱼货量250吨 一下就能赚27500万 那么问题来了 要怎么打通销售渠道呢 把鱼装在保鲜箱直达顾客手上 杨叔脑瓜子嗡嗡响 卖鱼必须得通过鱼业协会 虽然没有法律条款支持 但小地方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牢牢掌控燃料和冰块等必需品 中间还会产生手续费 那我们自己买还不行吗 杨叔超级生气 肯定不行呗 小家无计可施还钱退出 到家面露可怕表情 不成文的规定真没道理 可活在当下又无法改变 朋友提议 如果协会说不行 但国家允许呢 接下来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经过查阅资料 保鲜箱直达个人还是空白 晚上称会长吃饭展开禁言 余货量超过20年逐年减少 难道就等着都吃山空吗 会长表示没办法 谁让我们的对手是大自然呢 小姐如果想赚零用钱 就去找地区分会理事长 她才是最有权力的人 不过非常喜欢女人 你这小脸蛋也许有机会 李市长坦言 做生意必须多方受益才行 只让渔夫和消费者得到好处 肯定行不通 但别忘了还有社会和批发商等 小家不知用了何种方法得到认可 农林水产大臣给予通过 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杨书 国家允许我们自行卖鱼 大臣早就知道全国渔民都很惨 于是成立一个六级产业制度 不用管渔业协会 余会长气冲冲找上门 你竟敢遍地区分会长说自己已经同意 杨书夹在中间不好做人 双方各输己见等待拔复 万能方向远复地区分会长 自行协认队 是握几回答案 你抵尽 将期中 杨书缓过神去跟会长道歉 若现在不退让今天连出海都不行 你说油罐车什么时候来 几点几分几秒到港口 小家一看无法阻挡 也想跟着一起去 眼镜书求他不要再添麻烦 我们还有员工和家庭要养 小泽不解地问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公司死活跟你没关系吧 回答以前曾经屈服于时事 明明不能接受却在乖乖道歉 不想又重蹈覆辙 对自己感到失望 另一边杨书磕头认错 一定和疯女人断绝关系 违背良心说天高皇帝远 还是会长更可靠 小家遭背叛并没有放弃 只要觉得能赚钱就应该放手去做 尝试去推销 有不少人要订购鲜鱼箱 一箱鱼赚两万六还很抢手 反之卖给会长只有四千 饭都未到嘴里就是不卖 无法撼动杨书根深蒂固的老旧思想 只能继续寻找其他货源 这天运气好有人愿意供货 给的理由是半家庭生鱼派对 好不容易凑七十箱又出现新麻烦 杨书急匆匆前来阻止 会长助手直接当面 将辛苦打包的鱼倒在地上 又将保鲜箱踩碎 号称这种行为属于走私不被允许 小家希望能往开一条生路 能不能好好听自己解释一遍计划 回答不想听快滚 小家依然不放弃继续订货 杨书想不透姑娘为什么这么执着 回答眼睁睁放弃赚钱机会吗 何况国家已经认同 以后就专注改变这个行业 而后鱼港再也没人敢四四卖鱼 但暗中交易应该没问题 从中还学到很多保鲜知识 比如不能用手碰 更不能弯折要抓身体等 放快递去餐厅上班 老板暗示要不要考虑放弃卖鱼 你手脚麻利又勤快 如果嫌薪水低可以提高 小家又不傻 这是想赶自己走 谢过老板好意 还是坚持振兴之路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客户 大部分都当作试吃礼物免费送朋友 只为营造鲜鱼箱既热卖又赚钱的形象 借此刺激杨书等人加入 四日假装收到20份订单 但不说服会长还是没人敢合作 会长抓到理事长把柄让他做假证 当晚收到农陵水产省电话 之前申请的卖鱼许可存在造假嫌疑 你社局先人跳人家才同意盖章 如果拿不出证据只能撤销认证 于是找理事长讲道理 结果卵用没有 医生朋友收到货全部腐烂 这样可不能当商品售卖 不好意思 什么呢 我好像是欺负了 朋友开导千万别灰心 发快递钱鱼都要做些处理 但这样就会失去鲜美度 小家突然发现新鲜度很重要 儿子之前一口一不碰跟这个有关系 看来还得多多做些改进 杨叔反复看着那项企划 发现鲜鱼箱大家都能受益 会长让他联名撤销认证 一并要求说自己是被骗 否则就是共犯帮凶 杨叔模棱两可故意打马虎眼 这是一份非常完善的提案 若公司独自以鲜鱼箱贩售 将会一如既往交手续费给协会和批发商 而销售数量也能事先预估 一个月若能卖出200箱 渔夫预计每月收入会增加5万 关键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会长说出自己看法 如果都抢着卖于自己定价 水产物流会陷入瘫痪 没人监管物价 说白了就是不放权 僵持之际小则闯进会场打开电视 大臣正在发表演说 当听到权力协助小家的时候 众人目瞪口呆 一看有国家撑腰 这群人全面造反 其话真假已经不重要 原来都是小家一手策划 出于礼貌双方正式展开谈判 接着拿出改良版企划 鱼业的对手是大自然 难免会捞到目标鱼种以外的东西 因此采取混合售卖方式 避免浪费 现一箱正好能派上用场 协会也能获得新收益 多方多赢才是王道 会长突然改变主意权力支持 其实最高兴的是杨叔 问怎么接触的大臣 小家表示 有位政府姐姐从中帮忙 现在大家只要把捕捞的鱼装箱寄出就行 让我们找回当年的服务房与应有的收入 会长可没死心四处散播谣言 宣称小家是个骗子 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问题就是客户 当地人不需要鲜鱼只能向东京开拓 让陌生人接受新东西谈何容易 不会销售技巧等于白跑 为了讨好老板亲自品尝特色餐品 终于卖出一箱逐家鱼 虽然不赚钱 但能开发新客户 见人就发放传单稳扎稳打 晚上搭电车回家 还要整理客户信息 不久订单量增加到20项 严格监管包装流程 小家的认真态度引起愚民不满 明明是个外行人凭什么指指点点 日积月累的矛盾终于爆发 眼镜叔质问 单亲老妈为什么好心帮我们 说是去外地拉客户 但订单数量还是寥寥无几 还有人看到他拿着一大笔钱和南公关的照片 以上全是会长在背后搞鬼 小家除了跑业务外还要应对投诉问题 饿了就是等老板在场才吃口饭 一边吃一边夸美味 这样才有机会推销自家水产 眼镜叔查账的时候发现 本月一共支出150万 杨叔不得不产生怀疑 大将は御守指定して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し いい加減名晒指定 今日の分の注文があって 今からでも詰められます? もう一緒に仕事はやれん 私の金勝手に引き出して 営業の経費ですよ 行き帰りだけで5万かかるんですよ 男性とイチャついて朝帰りするような そういうことをおっしゃってます? そうじゃ あとは皆さんで 岩崎さんいるか 店から携帯出てきたから いいから社長出せって言ってんだよ あんた何やってんだよ どうしてあんなことさせたんだい どっか悪いんすか? 心臓悪くしてんだよ どうも食べて吐くのを繰り返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か 客のフリして入ってくんだよ ペロッと平らげて ごく美味しかったんで お魚売ってるんですよ あんたいつもこの手で営業して 下箱頼んであげるから正直に言えない こうやって これしかできないんで お魚のことあんまりよく知らないんですよ あんた手間のかかった営業するね うちの魚は日本で一番美味しいんです そこに電話が入って 大丈夫か? 社長さんの命令でやってたのか あの子が勝手にやってたのかは信ねえけどさ 交通費のことを考えると できるだけ一回でたくさん回ろうって思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どんだけ言ってるそうか もう下がれんじゃん あんこにはもう下がれんの 待って 待ってくれ 戻ってきてくれ あんこはそんな声はないって 言って回っちゃうのに ママこれ わしらの社長になってくれんか わしらあんたについてくる マチのロンスケじゃ これは僕の母の話で 食い詰めたシングルマザーが お酒真っ暗の漁師たちと関わることとなり 実は今年は欲しい件じゃない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シェフの流山と申します 早く料理作って お試し無料でなんて ただでもいいくらいです 他に紹介したいお店もあるんで ここでも行きます 女心を持って遊んで 何も知らないんだろ 本当のこと あちらから社長セットじゃ 社長交代やと 小家一举成为公司新社長 带领愚民走在正確道路上 会長从今天开始 不再提供燃油和冰塊 这次大家全都没有妥協 说话不算数 真不要脸 那我们就停止捕鱼互相伤害 新社長不能坐视不理 通过大喇叭告知問題 已经解決 有家公司願意提供半价燃油 冰塊也比喻会便宜 由于属于机密 不方便告知名字 关键第三方市场也放得狠话 我们捕捞多少 他们就收多少 以上全是吹牛皮 只为让会长妥协 反过来说 只要愿意多出去走走 这些东西哪都有 为了加快发展步伐 装箱打包工作 全部交给杨叔他们处理 小家继续专心跑客户 新问题再次显现 天气炎热 冰块融化太快 产品出现问题 立即给人家换新 为此只能往冰里加食言 可这样鱼又变得硬邦邦 不止如此 还出现发错货等现象 只能不断替换大量移货 公司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大家又开始搞事 我们每天辛苦捕鱼 还要处理打包订单 计划太多鲜鱼 感觉太吃亏 只要客户抱怨一下 小家就道歉 总觉得他不懂鱼货 太好说话 有人提议我们负责售后 杨叔一听有道理 第二天小家去银行贷款 人家一分不借 因为补玉船长期以来 都是由会长管控 老王也拿到不合格产品 打电话去办公室 不给退换 小家假装客人投诉 杨叔就在电话里耍赖 以为自己办了件好事 等着接受表扬 杨叔不理解 鱼稍微有点受损无所谓吧 想办法把鱼变美味 是厨师的工作 你挑选的高端客户 也很小气 一次指定两厢可有可无 我们应该找那种大众超市 毕竟人家不会斤斤计较 小家表示 这是自己的经营方针跟愿景 杨叔发出怒吼 理想不能当饭池 不同观念间的碰撞 形成两败俱伤 公司内部面临分裂窘境 一个叫拓海的孩子 总想辞职 不想把大好人生浪费在这里 然后就被老爸打一顿 好不容易生下你 竟然说出这种话 小家各种致歉 满留客户 大厨留山提供良策 打电话投诉 却被杨叔骂自己没本事 不如让他们过来尝尝品质的重要性 也许就能理解你的苦衷 小家立刻做出一个疯狂决定 自费65万请全体员工进城吃法餐 小家立刻做出一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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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薄不 stat 他因素多道 我仄不 Life 他是肌指 brilliant 乌李 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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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但 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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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送的BOX 片岡さん達が送的BOX 手当てが良いか悪いかは大きな違いとなって出てしまう みんなが取ってくる魚は最高だと思ってる 魚をきちんと届けること お店からの要望はうちの魚の味を引き出して 結果的に世の中に広めてくれる 今の私にはみんなに渡せるものは何もなくて みんなできっといつかそこに辿り着くんだっていう 絶対にみんなをそこに連れて行くから 血抜き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 血抜きって何? 血抜きっての? 劇的に鮮度がたまたれるんですよ 一番うめえ魚食べておるんよ 最初から知ってたってこと? くそめんどくさいんちゃう血抜きは おねえなことしてアジサバ出荷するやつなんか どこにもおりらせん それをやればオンリーワンってことだよね ほんと大変なんですよね またやっちゃう 文句すぎようがねえ状態で 最高の魚を送っておるけ ごちそうさまです あのシェフに認められてるうちの魚も 待ってたのは俺だけじゃんって 開けたときちょっと汚いんだよな プチプチ ココアモリー うん カワハギのことす チャットアプリ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 今これが上がったって社長に送れれば あとケージ版も作れるんで 小家已经完美解決保鮮問題 現在急需向银行貸款 有位刚调来的银行经理主动登门 之前有过一面之源 他也定过鮮鱼箱 給予满分平价 未经过任何加工的鱼能保持 如此鮮度非常惊人 认为事业很有前景 你们想带多少随意開架 会長想使壞晚到一步 经过大家一起努力 终于走上正轨 美人还免费发放一部智能手机 这样就能远程接洽客户 省下很多交通费 公司买了一部新车 动力大幅提升 新员工小叶将担任事务员 气氛如微风拂面 事业如流水稳固前行 朋友阿平有重要的是要说 恰好会长就在旁边 关键俩人还认识 并且还是杨叔儿子你感信 但父子关系极差 小家无辜躺枪 你俩互相勾搭 肯定想霸占老子产业 以后不会再卖鲜鱼箱 话说为什么那么生气呢 原来阿平上高中时 老妈因劳累猝死 医生说如果提早治疗 就不会发生悲剧 阿平单纯想通过 帮助小家重振公司 当年杨叔砸锅卖铁 凑不起儿子学费 杨家那头愿意承担 不过外公提出一个条件 阿平要过来当养子 于是故意说了一个 善意谎言 老爸害死的老妈 至此断绝关系不再来往 大家全都知道内幕 但没人愿意提起 杨叔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两位助手开始讲鬼故事 你妻子一定非常担心争吵不休 每天生气就把你给带到地下作伴 这招超级管用 其实本身就没多大事说开即可 杨叔还有人是不解 儿子喜欢小家嘛 回答这辈子都不可能结婚 因为自己是同性恋 等哪天把男朋友带来住住性 我们在东京一起进医院 杨叔脑瓜子嗡嗡响想 再次断绝关系 小家表示 不用再一万人看法 他既然勇敢说出来 就是想获得父亲理解 这次没做任何挣扎选择认同 其他人眼红也想慢线余香 会长自然不可能答应 都去单干 自己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第二天杨叔已经释怀 来到办公室 又听拓海在那八卦 有传闻小泽可能对小家有意思 正好小泽急匆匆赶到 俩人来到海边说起悄悄话 小泽女友想在神户那里养育孩子 他属于派遣工等生孩子的时候 应该会辞职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过来帮忙呗 可人家有遗产并不缺钱 认为渔夫工作辛苦 没什么前途 性格傲娇不留余地 除非能证明公司特别有前景 小家只能点到为止 顺便去跑业务 期间接到电视台邀请 认为鲜余香 有可能打破水产业浆化体系 如果接受电视采访 便可以迅速打开知名度 还可以刺激业绩升高 搞不好有女孩看完后 会想嫁给大家 小泽女友也会接受这个职业 听到这里 大家根本把持不住 唯独杨叔反对 得罪会长可没好果子吃 最后少数服从多数 接受采访 要求所有人保密 此时港口正要轻易排胆 多做事不管沿岸生态 会遭到破坏 需要渔业相关人士去清除 这属于女性工作也很好玩 另一边会长为少被上级骂 你们那里搞鲜鱼香怎么回事 其他分区也有人想跟进 以渔汇为核心运转的水产物业 说不定会因此崩盘 你会成为全日本公敌 会长听说那帮人还要上电视 心态彻底炸裂 绝对不能再散播给更多人知道 小家晚上回家门口全是钉子 四日又派人捣乱阻止发货 号称你们占尽便宜 还把其他商贩践踏在脚底 不守规矩 休想在这里立足 被女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蛋 有什么想说的吗 杨叔表示 你们也可以加入 双方一言不合直接开干 回来全部脸上挂彩 今天的鱼无法送达 只能销毁 不仅如此 会长竟然下令谎报鱼数量 杨叔觉得应该放弃采访 若跟他们切断联系一切 就要从零开始 小家认为 现在妥协是最蠢的结果 经过宣传 大众才能熟知我们 到时候 余慧应该不太敢 明目张胆欺负人 这样才能换来牵制和筹码 既然港口遭排挤 那就搬到办公室附近 结果成为村民眼中钉 不让进饭馆吃饭 也不帮忙处理废弃物 在村里处于被孤立状态 小一孩子在学校同样被波及 杨叔继续劝说 反正我们业绩持续向好 不如点到为止 小家只能无奈接受 心中一股不甘涌上心头 次日又改变主意 假如我们放弃上节目 会长肯定还会得寸进尺 万一变成那样 岂不是全盘接书吗 同时接到一通电话 老奶奶清理还胆遭孤立 独自下海发生意外 好在救援急时 小家把过错全往自己身上来 这回不想放弃都不行 杨叔突然热血起来 排挤我们的人才是罪魁祸首 拼命努力得到采访机会有何过错 既然要重振港口 那就给老子冲到底 干脆在节目里通通说出来 只有搞垮运会 我们才有未来 电视台表示没问题 但要有他们做坏事的证据 小家想到一个计策 用手机记录招排挤全过程 还有奶奶清理还胆受伤证明 最重要的是 鱼货被抽掉的问题 今天总共补到40箱 上报却只有20箱 次日接受采访 会长第一时间过来阻挠 你们胆敢拍到任何一艘船就提告 小家对记者表示 他们就是这么无耻 一并将所有证据上交 会长彻底傻眼 节目播出当天 我方已做好庆祝准备 大概是没了 那些人 不処提出 全部人 不准 您感到不准 您将可能会有刘 您感到不眠 没有 写写 我以為人做了 成長的世界 是何人在 初めて会在他 触摸了 穿有一些人在 宇宙前 Δεν呢 我也感受到 有些人的反應 上班公里是韩国人的反應 在前半一度 我身當不肯 在外國人的外國人的反應 確率は0% 我身の告発は これじゃ意味ないじゃろうが 最近の伝票なんですけど 今までの分シレッと返金されてるってことじゃ ゴミがなくなっちゃう あの酒誰か注文したんか 箱田からのお詫びじゃん 全部嫌がらせって終わってます まさか告発するって思わせただけじゃ ここまでうまくいく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けど いやけどせっかく拠協追い込むチャンスじゃったのに みんなのお給料が上がって働きたいですって来たりとかして それを邪魔しおるわけじゃろ 最後は私たちが勝つよ 私たちは間違ってないから 日本中の浜が蘇ってってさ 私たちを認めるしかなくなると思うんだ よそ見せずまっすぐ歩いていこう 番組見たって だから何って感じだったかな 社長が戦ってる姿がすっごくかっこく見えて ここにいたいのにって 社長の隣でみんなと一緒に ここにいるからね いつ帰ってきてもいいんだからね かわいい子供と三人で こうして 長沢くんはさることになった 認知度の上がった効果はさまじく ファーストペンギは大会に出た 小家上便是驚動議員 听说渔港来了一位莫名其妙的女人 明確告知会長施压没用 如果从外部压迫一颗气球 这时候就要用到针 鮮鱼箱现在面临一大窘境 雖然生意兴隆但人多余少 很多客户在排队 于是開啟招募新人計画 最后顺利迎来三位年轻人 老大经济学出身 曾在大型物流公司上班 因和上司发生口角遭开除 不苟言笑做事僵硬 任何事都要用笔记录 老二擅长田径 很适合当渔夫 能吃能造不合运动系特征 老三之前是家玩具公司业务员 本来过得安安稳稳 公司忽然倒闭 爱好钓鱼干脆转职当渔夫 懂得人情事故会来事 还送给小夜一个玩具 而其中一位就是议员安排的间谍 具体是谁会长也不清楚 那么问题来了 只有这么多信息 大家分辨得出来吗 农陵水产的美姐 让小家来趟东京 前上司曾负责渔业经营改革 邀请小家负责宣传活动 希望从死亡深渊 彻底拯救日本渔业 主题方针就是 怎么绕过渔会自主卖鱼 因为渔业过去是利润极高的产业 当年渔会独占销售权 一并负责维护港湾承包商 政治家从中也没少受益 正常来说并非坏事 但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 现在海洋资源持续减少中 一般家庭吃肉又比鱼多 政府基于现状 才决定创立六级产业化认证制度 最大难题还是得突破地方机关许可 你的出现让这一切出现转机 一定要把现役箱立为典范 改变渔业工作者的认知 这样才能改写整个业界生态 所以你必须成为圣女贞德 杨叔搞不懂权力支持 新人第一次出海全军覆没 以后慢慢习惯就行 小黎送来渔的百科全书致谢 因为渔家整体招之前提升不少 人家指名道姓要我们港口的水产 就是说渔货正在慢慢品牌化 银行经理应贷款给小家不断高升 之前找茬的大哥实在扛不住 也想加入 奈何会长就是不批准 没解过几天请小家上台演讲 公司老人和新人发生多起不愉快事件 老二做事不严谨让拓海老爸打一顿 老大正义感极强帮忙出头 杨叔为了保住新鲜血液只能自己道歉 中间又发生各种争执 主心骨夹在中间不好做人 之前来的年轻人不出半个月准跑路 现在鲜鱼箱的订单已经大排长龙 正是确认之际请老员工们多多包容 老大不按规矩装箱在声势端 杨叔耐心开导 我们要为顾客着想 你不懂便通 估计以前没少吃亏 从此这小子虚心接受边看边学 拓海老爸也愿意耐心教导 议员终于开始行动 某天晚上出海捕鱼 绳索出现断裂 导致船身倾斜非常危险 只能含泪割断于网 一刀下去准是千万疑惑 会长实在没想到 他们会使出这种卑鄙手段 一传人差点命丧黄泉 回办公室 拓海老爸怀疑老大搞鬼再次出手 毕竟他比另两位知道得多 由于没有证据杨叔只能保持中立态度 老员工一看 不向了我们纷纷辞职 老二老三紧随其后 小家从东京急匆匆赶回来 不敢相信怎么又生事端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现在公司只剩四人 绳子断点看不出个所以然 当时老大差点丧命 应该不是他干的 无法出海损失很多客户 全员变身客服任爹任娘 修理余网需要一千多万 幸好全都能用钱解决 一员的进攻还在继续 要求会长收回借款 小家没有气馁 想拜托大家回归 杨叔一脸不悦 面临危机全都跑路 没必要低头去求他们 不如等你演讲的时候顺便招聘 老大接过话茬 杨叔说的都对 如果对工作有责任感 绝不会丢下公司不管 这小子就是这么耿直 于是不得不开始重新招募新人 即戦力になる漁師なんて奪い合いですよ 初めまして 溝口と申します 華麗な綺麗な人やとは キーチョブランド 超美心だとこうなるのか みんな他に仕事があ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しょ 厚石さんと高井さんが戻るって言えばいい? 漁以外できねえだろって親父 だけもう引退じゃ お目がやしろってくれ それは何なんですか?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レモンサワーです この通りじゃ 親父のこと裏切れん もうすぐ岩崎さんの公演が始まりますんで 人気あるんじゃな 社長そこそこ美人ですからね おいおい大丈夫かお嬢ちゃん 子持ちです 離婚歴ありです そんな感じでお魚ボックス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が 獲った魚をいくらで売るかはお任せです お魚ボックスなら自分たちで決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 4トン獲ったら年収1000万だべ じゃあそれだけ獲れたら アドワイヤスのべら もう闇雲に漁に出る必要はな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水産資源の回復まで見込めるようになるんです スタンダードとなっていくでしょう みんなで日本の漁業を蘇らせていき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前議員阿佐非常看好鮮魚香的未来 人家長得帥又年輕 這樣楊叔倍感压力 回去的路上故意找茬發泄不滿 然後就是掐架還解 兩人賭氣之際楊叔卡在地鐵出站口 兜里錢不多手機又沒電 次日小夜發現老三是叛徒 面試資料全面造假 割断繩索挑拨離間 真相大白漁夫們倍感愧疚 話說楊叔怎麼不在家呢 小家這才想起來把他丟在東京 銀行新經理一上任就終止貸款 原來前經理被耍的團團賺掉往鄉下養老 會長又過來要求還清債款 因為平常大家可以靠漁會奢賬 不照做的話 你我肯定會被扔進海裡餵魚 一次性出現三個難題陷入最壞境地 美姐可以解決貸款問題 但要提供三年賬板 可鄉下人並不知道有這東西 走投無路只能請求阿佐投資 楊叔人生地不熟流浪到米其林餐廳 被兒子找到 員工們拿出所有积蓄幫公司渡過難關 小家在等回复 實在不行再拜託大家 次日議員讓老三出國死無對證 不過歉餘會的所有貸款已經還清 阿佐幫忙介紹一家跨國食品公司 願意投資 雙方一旦正式合作 魚貨會被銷往全世界 餐飲店老闆紛紛發來短訊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隨時開口 畢竟沒人能取代你們的魚 不管花多久 顧客們都願意等 ヒロニー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ヒロさんキャバーオールケー 社長が走り回ってくれてます 飯うまかったごちそうさんありがとう 私によろしくって そう? みんなすらしまわけて まずは国内の販路を広げてゆくゆくは海外にも片岡さんまだ帰ってきてないですね どうしたの? 何かあったの? 父親じゃなかったみたいなんです 小泽說起事發經過 某天偷聽到女友和前任說起肚子裡的孩子 三人還挺和諧一起去鑑定 結果孩子屬於前任 小泽已然成為局外人 老大直言不諧 幸好發現了及時 如果沒分手 未來十年都不得安寧 現在已經放下包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楊叔又跑回東京 跟兒子男友聊得很投入 不對應該是女友 阿平打電話告訴小家才知道市場誤會 請阿佐只是幫忙介紹贊助企業 人家並沒打算搶走公司 楊叔堅決不認可 如果不跟他們批清關係 打死不回來 小家反問 難道我們等得倒閉嗎? 兩人一言不合又吵了一架 漁夫們坦言先不用管楊哥 以前沒少放過狠話 頻率就跟洗臉尿尿一样 議員追查到一家神傳企業 在提供資金 客戶大多是外國人 目前中國富裕階層正在持續增長 熱愛美食的人更是不計其数 蕭露從來不是問題 老王一眼看出處理魚的不是楊叔 雖然整體沒什麼問題 但總覺得有點遺憾 這天阿佐帶來合同 簽約前需要請律師檢查 順便跟著一起出海捕魚 想親眼看看如何經營鮮魚箱 流程跟一般搬運船沒什麼差別 魚撈上來馬上分類 再送到客戶手上 阿佐過目不忘是個老手 甚至能指導小澤如何放棄 總的來說 跟楊叔不分伯仲 手法熟練到讓人心疼 經過一夜奮戰 已然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大神 真希望能一直留在這裡 阿佐表示短時間內沒問題 不忘提醒新鮮度要跟時間賽跑 工作結束說起過往 從小在漁村長大 15歲熟知捕魚全部流程 後來進了農水省當官 尤其痛恨官僚主義整天跟他們唱反調 所以才會被開除 這個國家的高官從來不願去看現實 也沒有智慧跟膽量提出改革 只能靠人民自己改變現狀 於是提出一個大膽設想 不如將與港所有船團統合成一家 那樣就能讓整個港口 自由銷售鮮魚箱 小家心裡沒點兒 這種事有可能辦到嗎 突然想起楊叔說過 其他人想加入但全糟會長阻撓 既然如此 那就攤牌賭一把 接下來向大家展開詳細說明 首先讓其他船團接受神賺援助還清魚會貸款 我們作為帶頭大哥統一領導 蕭露完全不用操心 其次讓大家認清現實 海洋資源稀少不可能大豐收 因此必須改成新資質 若是業績向好還有加薪獎勵 而且大家同在一個組織 就能從對手變成親密盟友 會長得到消息急匆匆趕到 你們竟敢暗中搞謀反 阿佐表示魚會可以退出歷史舞台了 背頭哥率先加入其他人必然跟進 最後就是簽約緩解 大家感嘆新領袖誕生 既是專家又是漁夫 武力智力全滿絕對是個S級英雄 小家想起一句話 做生意必須是多方受益 那魚會怎麼辦呢 阿佐讓他別多想 敵人永遠不會成為朋友 小子不喜歡這種理念 楊叔打算跳槽 反正公司也不需要自己 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醒來卻在麵包車上 眼鏡叔等人採用強制回收戰法 楊叔聽說漁夫們已經統一大吃一驚 而且進展超級順利 唯獨少了一樣東西人情味 關鍵小家對他言聽計從 一旦對方拿知識當作盾牌 就會默默屈服 漸漸變成一隻小綿羊 明明我們一路遭霸凌 最後卻被人輕易搶走功勞 梅姐發現重大瑕疵 股東全是外國人 這明顯是經濟侵略 他們極有可能會霸占水產資源 也會構成國防問題 是一種相當高明的手段 說人話就是 你們遭詐騙 但人家並不違法 老爺 带來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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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離掉 怎麼會 什麼 對不起 我 要 杨叔成功劝说大家拒绝那家伙资金 但我方合同属于贷款 其他人属于投资 就内容来看 背头哥不能解除契约 除非对方主动放弃 会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给你次机会与我们并肩作战 阿佐这样做是因为所谓的正义 认为只能借助外力打破现状 次日接受所有人讨伐 神船只是提供资金仅此而已 想解约没问题 但之前借的钱怎么还呢 小家表示我们会找其他门路贷款 实在不行还能找余辉借钱 没想到背头哥又出来搞事 这小子为了能卖鲜鱼箱 愿意全盘接手 阿佐继续补充外国企业又怎样 他们可以帮余夫以20倍的价格卖货 话又说回来你们尽心尽力 国家曾给过回报吗 连一条鱼都不能自己卖 受制于传统漏袭 只能靠微博补助勉强为生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生路 却要受到各方欺压 并且已经准备好资料 谈和会长让背头哥接手 在利益面前人性无处遁形 这回轮到小家遭孤立 突然间发生逆转 神船公司愿意主动解除合同 这帮人全部被抛弃 阿佐不解 为什么公司会这样做 那是因为议员在介入 听说手段非常政治化 就这样危机顺利解除 说起来也挺讽刺 小家还要和议员刚正面 对方暗示 以后不会再卖鲜鱼箱了吧 回答当然要继续 你们为什么总是认为 鲜鱼箱跟摧毁愉快画上等号 为什么不能双方并肩合作 议员只能强行吊销捕鱼执照 小家开启战动模式 你们使坏破坏捕鱼船 阿佐若不是被逼急了 也不会向外国公司求助 自己也不会卷入其中 更不会想到鲜鱼箱的点子 难道问题不是出在你们身上吗 议员自然不会认错 会长突然只愣起来 之前所有谈话内容都被录音 给老子低调点听到没有 然而录音并没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随即会长使出认别大法 求你允许他们卖鲜鱼箱 虽然小家存在过失 但本意并没有错不是吗 我们港口业绩正在持续好转 交给渔会的手续费 也水涨船高 若能批准继续发展 那么渔民和渔会都能得到好处 世界から去る浜に引っ張り込んだ けじめはつける その辺りで手打ちでいかがでしょう それで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許しいただきまし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んた政治に興味は みんなもされとらんか 大丈夫なんか 何の話やったの お給据えられただけ 社長のせいで みんな根津島行っちゃう もう終わりましたんで ボックスは残ったんですよ すいません また私 間に合わなくて 大勝利じゃないですか 岩崎さんを守りたかったです 大丈夫です 小家并没把离开的消息 告诉大家 在谨慎的时间里 培养拓海跑业务 让老大学习余业务流 先一箱改进计划 交给小泽 背头个人设意崩塌 杨叔不计前嫌 邀请他加入 给的理由是 缺人忙不过来 社長なんか変じゃないですか 何か隠してることありません 最後には言わなきゃだもんね 31日でここ出ていくことになってるんだ 何であんたが出ていくんか ボックス続ける 落とし所ってやつだよね もう魚の扱いなんて 私が言うことなんて 何もないわけだし もういいことしか起こらないからさ ボックスやめるか おーそうやろ そうやろ また何か考えてくれんか バカなのか バカなのか あんな ここでやめるなんてね ただのクソだよクソ あんなだよ あんな計算すらできないの マジでタコだから 続けてってよ 生まれてから 頑張ったんだから 絶対に すごい未来が待ってるから それを見せてよ それ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もちろんロースケじゃん 土壇場からの一発楽天 俺がお魚ボックスですか ウィンウィンの関係にな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おいしい いい人来そうか 離婚しちゃって 男つかむ握力だけはバケモン級やし ある い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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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ゆすけだ ちょっと CT 3G 引かれましたね 後は頼めるか みんな対応が分からず 水産物の流通が滞っている状態です これにより 漁協への出荷供養や ファファファ フファ大 お母ちゃんは どりにしとるんか いろいろ飛び回ってますよ 今度は林業を始めるって言ってます 怎麼會變得變 我們在日本時期 au邀請 我叫你本來對待你 為什麼要現在 不要說話